咱们今天的故事是神秘史前地图 故事是起源于一封信 准确地讲是一封回信 1960年7月份 美国温泉学院的教授查尔斯·哈普古德 收到了一封回信 寄信人是美国空军地质勘测队的指挥官奥米尔 他这个信上说 你说的雷斯地图我们已经查阅过了 这个地图下部的海岸线与1949年英国 瑞典联合南极远征队所探测到的南极洲的海岸线 非常的吻合 那这里所说的雷斯地图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叫皮尔雷斯的人所绘制的 只不过这个人并不是现代人 他是生活在16世纪前期的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军上将 他参加过很多次海战 对地中海的地形非常熟悉 他也是一位绘制地图的高手 上面提到的美国空军地质勘测队所证实的地图 是皮尔雷斯在1513年绘制的 那个时代大航海还只是刚刚萌芽 葡萄牙人麦哲伦的环球航行 是1519年 所以这张地图的绘制时间 还早于环球航行 全球的海域对于人类来说 是相当陌生的 但是这张1513年的地图 却奇迹般地准确地反映出了 今天还在数百米 甚至上千米 冰层以下的南极洲海岸线 这不是相当的神奇吗 那么请问南极洲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 它是1820年发现的 所以皮尔雷斯本人肯定没有到过南极 而南极冰层以下的地貌 是直到1958年才被勘测出来的 所以皮尔雷斯这张图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来自于更加古老的勘测资料 皮尔雷斯 他自己在图上所作的说明是讲了 他是根据20多张古代地图绘制出这张图的 沿途的很大一部分都遗失了 那现在保留下来的部分 是显示出了非洲的西南海岸线 南美洲的东南海岸线 这些地方都很清晰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最令人困惑的 就是地图下部的这块地方 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它和现在地球上任何一段海岸线都不吻合 今天故事的主角哈普古德教授 就是一位研究古代地图的专家 同时他也是一位地质学家 提出了地窍一位理论 爱因斯坦还曾经给他的书写过序言 哈普古德经过研究就认为 这条未知的海岸线 长得非常像莫德皇后领地的 玛莎公主海岸线 可是现在那里被厚达1600米的冰层覆盖的 所以他心里很没有底 就请教了美国空军地质勘测队的指挥官 给他回了信 也就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那封信 确认他确实和勘测得知的 冰层以下的南极海岸线相当吻合 肯定了哈普古德教授的想法 那这封信就像是一颗炸弹 炸出了无数的疑问 如果这张雷斯地图所绘制的是 南极洲冰封以前的地貌 而皮尔雷斯又不是这浮屠的原作者 那么请问他的原图是在什么时候绘制的 又是谁绘制的 要说到这件事情 对我们现有的知识有多大的颠覆性 那咱们就要提到南极洲的冰川 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当前学院派观点的主流认为 是2300万年前 冰盖开始在南极大陆扩张 大约到了1500万年左右 南极洲基本上就被冰川所覆盖 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了 但是近期一些研究提出了 非常大胆不同的想法 研究者认为 这个南极的冰封 它不是一次完成的 而是逐步完成的 至于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最后可能是到6到7000年前才完成的 这就和今天非常接近了 而哈普古德教授认为 南极洲原本不在现在的位置 而是更靠北大约3600公里 更加温暖的地方是由于地壳的移位 才到了今天的位置 爱因斯坦是认为 南极洲的地壳移位 是由于地球自转所产生的离心力 还有冰川沉寂的不均匀作用导致的 换句话说就是南极大陆 它越移动到接近地球的南端 它也就越接近被冰封的状态 至于说这个飘移的过程是每年基米 几十厘米g 还是在极短时间内 被一种我们还不知道的强大力量 给推到现在的位置上的 那这里就要介绍一种理论 叫做地壳的快速移动理论 哈普古德教授认为 地壳是存在着快速移动的可能的 他的理论不叫做我们熟悉的那个板块飘移 那种飘移速度 以人类的这个感官来说是极其迟缓的 他的理论叫做的翘移位 他把地壳比喻成一个橘子皮 包裹住地球内部的结构 大家可以想一想 橘子皮和果肉之间并不是完全附住的关系 而是通过一些白色纤维相联系的 而这些纤维你是外力足够大 一般是可以把它掰断的 所以这个橘子皮和果肉才可以分离 那么这个橘子皮也就是地壳 在长时间地球自转离心力的作用下 还有在极不均匀的这个冰川分布的作用之下 它内部的力积累到一定程度 再加上一个外部非常有力的触发条件 比如彗星撞击地球 那么整个的翘在极短时间内 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异味 这就像那个橘子皮和果肉之间的联系纤维断掉 但是请注意 这不是所谓的板块飘移 而是整体地壳的异味 这种异味对于全球来讲会制造巨大的灾难 会有巨大的洪水 海啸 火山 地震 还有电磁风暴等等都会随之而来 那么请问这个理论能够得到证实吗 在地球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在2016年3月份 《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 有研究团队观测到 在火星是发生了地壳整体异味的现象 那么这有可能是导致火星灾难的原因 于是就有人推测 目前南极州的皇后领地 它的海岸线从公元前13000年 到公元前4000年这段时间里 很可能是适宜人类居住的 那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实验的证实 因为蕾丝地图上所对应的 今天南极州的罗斯海 这个部分是没有冰盖的 只是有一层几百米厚的浮冰 那么华盛顿特区的 卡内基学院的研究者 就用爱度这种测量方法 探测罗斯海沉淀物 证明这个罗斯海最早的冰川沉淀物 只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 换言之 也就是距今6000年以前 也就是封筑南极州的最后一块冰 它所形成的时间距今可能还不到6000年 但是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人类的文明 从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现在 也就是6000年左右 中国人习惯把自己的文明 称作为上下5000年 虽然印度河的文明可能更早一些 但是一般最远的定位 也就是在6000年左右 你让6000年以前的原始人 去测量精度 纬度 再绘制出准确的陆地海岸线 那实在是太天方夜谭了 其实 画出了南极古代海岸线的地图 还不只是蕾丝地图 还有另外几幅 其中一张是法国数学家和地质学家 菲娜乌斯在1531年 所绘制的一张新型世界地图 这张图上的南极州的形状 和今天的地图就很类似了 而且位置也已经是在现在的基地 但是你看它沿着海岸线 有不少独立的山西和河流 内陆则就是一块板 没有标出山川河流的细节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 这张图的绘制时间 是在冰雪快要风动 整个南极大陆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陆的内部已经冰封了 而沿海地区还是适合人类居住的 还标出了山脉和河流 哈普古德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 斯特拉凯对菲娜乌斯地图进行了分析 认为这张图是综合了 更古老的地图绘制出来的 它和雷斯地图一样 对南极州海岸线的描述 和现在勘测到的结果相当吻合 另外两张关于南极州的古代地图 一张是比利时的地图专家 莫卡托在1569年绘制的 而这位莫卡托说起来又是大大有名 因为他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 这是现在都还在使用的 标准的绘制地图的方法之一 那在莫卡托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当中 南极州和菲娜乌斯地图上的位置 已经一样了 但是已经没有了海岸线附近的山脉和河流 也就是说冰雪已经完全覆盖了南极州 看起来莫卡托所使用的原图 在时间上要晚于菲娜乌斯的地图 最后一张图是18世纪法国的地理地图专家 同时也是法国科学院院士 菲利普·布阿奇绘制的这张图 完成于1737年 这张图上的南极州则完全没有冰雪 有一条巨大的河流 把南极州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所以可以推测 在今天所说的几张南极州的古代地图里面 这一张图它的原图比其他几张都更为久远 那个时候南极州还完全没有被冰封 那大家知道地图的绘制 它有南北的纬度和东西向的精度 纬度通过观测星座和太阳的位置很容易就能够解决 但是如何找准精度一直是一个难题 直到1770年 约翰·哈里森发明了天文中 才能够准确绘制地图的精度 地图的准确性才大为提高 然而在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古代南极的四张图里面 相对精度却都有很好的水平 雷斯地图 它在非洲和南美洲的位置上只有0 一度的偏差 这个数据还是考虑到皮尔雷斯 在翻制地图过程中引入的无差 也就是说 拷贝的人他没有原图作者做得好 原图的精度应该更加准确 那么好故事呢 咱们说到这儿 接下来就要提出问题了 请问是谁积累了这些远古知识 这些人必须具备相当高的数学 测绘 地理甚至是航空测绘的知识 才能够汇出这些准确的地图 而且他们的测绘时间还有相当的时间跨度 从南极州完全没有被冰雪覆盖 到有了冰雪 再到冰盖的范围扩大 只有海岸线适合居住 最后南极州完全被冰雪覆盖 也就是说 这些地图的原作者们 他们必须身处一个有着完备技术手段的史前文明当中 说到史前文明 只是我们今天人的说法 去年我在纽约参观大都会博物馆 中午就在博物馆的餐饮区吃饭 那些几千年前的文物和我只有树墙之隔 突然间我脑子里就蹦出了这样的念头 几堵墙之外的几把古代的桌椅 今天看起来就是了不起的文物了 以至于我们得修这个很厚的混凝土墙 还有玻璃柜子把它们保护起来 而我现在所做的这一把普通不过的折叠钢椅 如果在一万年以后突然又被人发现 是不是也是稀奇的不得了的 史前文明遗迹也得这么保护起来 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些地图所展示的知识 就挑战了今天人类文明的认知 当前的人类学普遍认为 人类的文明存在时间也就是六千年左右 那个时候人类还是处于时期时代 披着兽皮住在窝棚和山洞里面 以狩猎为生 连超出自己习惯活动区域一英里以外的地方都搞不清楚 又怎么能够绘制出准确的南极洲的海岸线地图呢 我不知道朋友们发现没有 这里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时间巧合 就是南极大陆被彻底冰封之时 也就是公元前四千年 距今六千年以前 大约也是我们这一次人类文明发端的时候 在埃及 在两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端时间都被定位在六千到七千年前 如果我们这里做一个比较大胆的脑洞推测 会不会是在大约那一段时间 人类的文明经历了很大一个断层 之前的人类掌握着发达的知识 史前人类留下了南极洲海岸线最后一张准确地图 之后不久 由于某种外部力量 人类遭到了全球性的灭顶之灾 发达的知识也随之一起灭绝 然后我们就看到文明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 中东的诱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 还有印度河 黄河流域又重新出现 只不过这一次出现是从头开始 从最原始的状态开始的 如果朋友们的记性够好 咱们上一期节目谈到亚特兰蒂斯的毁灭 当中说到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冰川快速融化 时间是在八千年到七千年之间 它制造了全球大洪水 而按照今天的推算 南极洲的最后被冰封大约是在六千年前 也就是在七八千年前的那次大洪水的烧后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 由于南极洲地壳的移位 它快速移动到了现在的位置 被冰封起来 又吸纳了大量的海水 形成了冰川 让全球性的洪水消退 使得度过洪水浩劫的人们 这些幸存者又从山上下来 得以回到平原地带 用对过去文明仅存的一点记忆 重新开始了农耕生活 从而发展出我们今天的文明